那她對妳好嗎 欸好 對 很珍貴跟特別啦 要好好珍惜 她交往多久 欸就是 對 想問一下這件事情 就是父王之後會不會有點尷尬 欸應該是說 有一點浪費大家對這件事的關注 有點不好意思 對因為畢竟這個社會上還是有發生 比這個更重要的事情 對所以還是就是 因為這也是我個人感情的問題 所以就是希望說 大家還是把就是關注到 就是社會議題上面這樣就好 會不會幫我們看一下 妳這段感情 妳的臉書上妳講的時候 有說得來合意 嗯 欸我覺得每一段緣分都很 很珍貴跟特別啦 那既然如果都遇到了 那也在正在相處的 這個過程 那就是要好好珍惜 這樣 爸爸媽媽 他就是覺得說 年輕人彈感情這樣 對 他人都是祝福的 欸他們其實不太會過問 我的感情的狀況 對沒有特別 就是有什麼樣的想法 對因為我早上有公務在 所以其實我也沒有遇到爸爸 對 所以他們對這整件事情互放 他會覺得壓力也有點壓力閃大 其實因為早上事情很多 那主要我在處理理上的事情 對然後電話也很多 所以我們還沒有好好的 有時間可以講到這件事 對 你們應該前一天就知道這件事 要被報 我們不知道 都不知道 對對對 那他對妳好嗎 欸好 那有什麼的辦法 方便大概說一下 嗯 就是 一般相處這樣子 對 會害羞欸 我發現 這麼精明幹練的里長 講到裡面還是有點害羞 對因為畢竟還是希望說 大家還是關心在里長上面 對 謝謝 所以他拍出手機在旁邊 所以是因為比較近的關係 有機會可以相處到 認識到嗎 什麼意思 你是說地緣關係嗎 其實我覺得沒有欸 因為緣分本來就很難講 對 那如果真的遇到 也許就是 也不一定說是很近才可能遇到這樣 對 很難說 你有說他要出來講 承認這件事情 你要承認之前有問題嗎 就是 就沒有機會 好好的可以聊這件事情 對 但是他今天好像有自己的事吧 對 他滿能夠自己就是沒有那麼依賴 依賴心沒有這麼重 你是說 哪一方 男女朋友之間的依賴 對因為都成年人 所以各自獨立應該是還滿正常 對 那今天有沒有接到很多消息說 啊就是老婆有交男朋友 然後心碎啦之類的這種訊息 對 對 因為畢竟早上還是在處理正事 所以還沒有認真有時間去看那些留言這樣 但就是謝謝大家關心 對 會不會想跟廣大的粉絲講些話 就是一樣很不好意思佔用大家的時間 因為畢竟我知道這件事比較屬於我自己的個人的事情 對那佔用到這麼多的就是版面啊什麼的 其實我還滿抱歉的 對那就是一樣還是把該做的做完 對 里長的事情當然也是要照時間做 該做什麼就做什麼 你最近在幫忙尋找什麼 你幫我們對著電話講一下好不好 包括外面 就是最近的部分就是因為下週一有 北區有萬安演習 那就是時間是在1點半到2點的時候 就是會進行人車管制 那就是希望大家留意 對 謝謝 喔真的 就幫我們講說 請注意萬安演習要到了大家還是要請 好 那就是萬安演習要到了也是希望大家留意公文 然後遵守人車管制這樣子 我還想問就是因為妳之前提到有三個條件 就是想要有魅力然後 呃 有魅力然後什麼 乾乾淨 乾乾淨淨 乾乾淨淨 那妳覺得它有達到這些條件嗎 就是感覺就是 怎麼講 有達到這些條件嗎 妳可以幫我再講一次妳的遵守三個條件嗎 嗯 因為這個時候在 我記得那時候是說 是說什麼 就是 主要就是 我覺得 條件是什麼還是其次啊 就是感覺比較重要 對 因為 嗯 有點忘記了 哈哈 因為後面就是 也是 就是希望以李政委優先 對 那放下公務之餘 就是我自己個人的生活 這樣 這樣嗎 我覺得 哎呀就是 對 哈哈哈哈 就容妳保密這樣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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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謝 謝謝 好 ést